陳玉成終於脫爛,追上大隊。 他知道自己的死黨兼女友曾晚梅一定會有很多話說, 需要單獨給他一點時間,等他哭,等他笑, 等他盡量暗塵埋怨舊本才行。 果然在這一晚,曾晚梅就搶著替年齡小的曾立明去植江, 還說要連續植兩班那麼久。 陳玉成心知肚明,人家約會自己, 事關陳玉成,到時一定會去查哨, 而查哨的時間可長可短。 現在很晚了, 稍微掛著一盞風雨燈, 光吐聲陣陣傳來,冷風呼呼, 曾晚梅誇著妖刀來回地走動, 內不中就喝氣搓雙手。 陳玉成在營帳裡出來, 將一件棉斗篷披在她身上, 曾晚梅對她小笑。 此之外, 還沒有睡覺? 明日要向武昌進兵了。 我要出來查哨嘛, 曾晚梅看著白黃黃一片大霧的光臉, 武昌是不是比岳洲要大 那当然了 除了北京 南京 就到武昌的了 我听说 太平君又在武昌那里建刀 不会 大宝不会 天皇想着在开封洛阳定顶建刀 东皇就想着在金陵 对了 成哥 你说 这里几个地方 哪里最好 其实这几个地方 偶尔都做过刀城 有风水 哪里都无所谓 成哥 你不冬吗 曾满母又想将斗篷 递回给陈玉成 陈玉成按住他 我都不见冬了 成哥 上我派你一个人留在长沙 举目无亲 怕不怕 不怕就假的 但怕都没用 清妖布下天罗地网 是要捉到我这个假和尚 我的头发一下又不生得那么快 好容易被他们认出来的 我都打算出不了醒了 后来幸好一间药店的老板好心收留了我 送我出醒而已 对了 那你有没有遇到一个后花园的小姐啊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东西呢 我爷爷说姑姑时常常都这么说的啦 公子洛兰后花园里一定有丫鬟小姐相救的 曾满妹的说话就引发在陈玉成对胡玉蓉的思念 他定了一阶段没出声 做什么啊你 没 没什么 你为什么上那阶段这么傻呢 太平均设为长沙 你一个人坐在三叉路口等我 你等得到吗 我几惊你死了啊 当时我都立定心水的啦 如果你死了 或者你永远回不了来 我都不做人 跟着你走的啦 那咋更傻 你现在还这么小 我动不动就经常讲生讲死的行不行呢 真的的 我不是乱这么说的哦 你还没知道 我为什么要为你而死吗 为什么啊 你 你还诈懵 曾满妹又背转身 不理陈玉成 陈玉成又抬回她的身子过来 喂 那从何讲起啊 我 我真的不明白 你说这些东西 曾满妹就怕怕丑丑 鼓起勇气话了 我 我早就是你的人来啦 喂喂喂喂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之间有什么啊 你 没什么 我上次受伤的时候 你扯上我的衫子 什么都被你看到了 我 我怎么还不是你的人来呢 啊 陈玉成心里面一阵热浪翻滚 发了一阵牛斗 双手一哭 将曾满妹涌入怀中 紧紧地揽到她 实一实 这些是无声的默形 这里在战火中 逆境中患难与共的少男少女 有他们自己表白爱情的方式 在这一阵 在这一阵 岳洲之苦衙门变晒样 公正联名的贬押 被太平军的士兵从大唐道除了下来 破开就当柴烧 大唐道 临时摆了两排木耳 洪秀全杨秀清 在那招集将领会议 紧紧洪秀全就说了 我太平军攻克了岳洲 就可以挥施北上攻武汉 我们不如在岳洲九流 杨秀清就说了 我是这样部署的 水师明天从岳洲迅留东下 陆思驻防城内城外 倒截向荣和春的追兵 必须坚持到后日挨晚 才可以撤离 到时就冲任后军 水师先遣军 应该在三日之后 抢攻排州镇 攻克金口 这样武枪上游 光防就已经在我们手中 陆思先锋要抢占咸陵 有时水师 如果能够控制英武洲光明的话 武枪就随手可得了 在知府衙门门口 涌塞着一群战马 红蒜桥从大唐散会出来 光源佛就立刻帮他牵坐骑过来 红蒜桥上了马 同他一拍行 自从西王蕭朝贵战死 光源佛就转过来 自愿做红蒜桥的牌刀手 红蒜桥对光源佛说 我先头跟东王说好了 你去罗大江那里 先是做个女帅 等你有了战功 再升迁 免得被人议论 光源佛就很傲直 你 你不要我了 红蒜桥忍不住想笑 看你 说话都不过路 你常常跟着我做牌刀兵 有什么出色 我哪里都不去 西王在山的时候 我保西王的家 西王不在书了 我保你家 唉 你个人真的托足都不懂转驳 我这样也为你好 男人大丈夫 要见公立儿才行 一天跟着我的女人味 有什么出色 连和我慧玛的注意点 都被我叫了去帝树发展 我 我是招树开花 一条心的了 你到底想不想要我 说心那句 我真的不舍得你走 有你做牌刀兵 我睡觉都睡得软点的 嘿嘿 那就行 我就做牌刀兵 不是说女帅 就算军税监军总製 我都不恨了 那是了 不准吃后腹药的 嗯 他们说说下 见到陈忠阳和热明珠 一起行入一间 卖首饰的店铺 这两个年轻亲亲密密的样子 就引起洪酸嬌的注意了 他拦着马 站在首饰店的对面 望了一阵 江原拔就说了 你见到陈忠阳和热明珠了吧 红仙几个不知可否 江原拔又说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什么不可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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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原拔就说得好认真 红仙几个就说 行了 行了 你说了给别人知道 没有 别说 别说就行了 别说就省一口气 别再说了 你知道吗 太平天国严禁男女私通 如果是私通 你知道是什么罪 杀头 那你记住我的话吧 那些事 不要跟别人说 行不行 行 我听完你的 没多久 红仙几个就见到陈忠阳和热明珠 在首饰店里走出来 好像买了一件首饰 两个人笑口细细地托在手上 一边走就一边品评 当晚 红仙几就专门去找热明珠 他牵着马 站在营门外边 占江原拔 带着热明珠走出来 一路走 热明珠就一路问 哎呀 人家都睡了了 明天一早就要开拔的了嘛 有什么急事呢 叫醒杀人地 红仙几就向江原拔打了个眼色 江原拔接个马 姜成 牵马 走开了 红仙几就问 今天马祖见什么首饰啊 让我见识一下 叶明珠的面的笑容一下没了 摔下头了 什么现在就会摔下头了吗 日头那时啊 头恶恶 忙了形 那样 严命长顶着你啊 金迷抗姓名 和男人勾勾搭搭 没 没这样的事啊 叶明珠的面都白了 死口否认了 我发誓 绝对没有过格的事啊 我 我只请表哥陈中阳 去帮我选择首饰而已嘛 哼 我谅你都不敢胡作非为 你不记得啊 东王为男女奸情 杀过几个一起起义的老兄弟的了 我 我真的没做过那些事啊 我都没说你有做过啊 总而言之 男女交往的事 要懂得秘技之好 没被人捉到什么鸡脚啊 行了 我会记住的了 其实 红酸嬌几怕叶明珠承认啊 他不过想敲山镇虎 嚇嚇叶明珠 等他以后 懂得检点一下就够了 叶明珠何尚不知呢 他在心里 真的很多得红酸嬌啊 这位洪秀传杨秀青就接受了攻打桂南和长沙五时费力的教训 充分发挥兵费神速的优劲 在岳州稍事修整,就立刻揮尸北上 他们令水尸从岳州顺楼东下 陆斯负责倒截美追而来的向荣 然后就冲任大军后衛 到12月18日 太平军水尸在石打开率领下 已经抢占了光防要塞排州镇 接着就攻克金口 陆斯就直取重镇扑棋咸令 四日之后,水尸控制了英武洲光面 已经直逼武昌城下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 哇,潮野震动 咸丰皇帝已经感到束手无策 他考虑的,不再武汉能守得住了 他在防着太平军入河南直撲北京 在这个时候 最害怕的就是湖北巡虎常大淳 事关他们挡着太平军路 他就急忙照例提督湘福问计 湘福就说 长毛已经占了金口 英武洲水面 全部都是拆兵战船 城外边我们站不住脚的了 不如认��吃光房 和各个山口的守军退入城里来防守 等待援兵 常大淳就说 都唯有局余像这样 好在武昌城都几劳固 他们八十一日围攻长沙都攻不进 我们武昌嘛 我想他们再加多八十一日都堪不动的 嘲弄雙福的 不只是无情的历史 而且包括对方统帅 英武洲光面上的现实是严酷的 这日 杨秀清和石达开 站在大船上向武昌城辽望 杨秀清就问了 守武昌的提督是谁 石达开就说 叫做雙福 是个满洲人来的 哼 这个蠢材 情要用射的 都是这样的走廊饭袋 又哪有说不输的 各位 杨秀清说的不是大话 清军居然将武昌外围的守兵 全部撤入城里头 那就撤啊撤啊 连炮台营旅都不拆位 那就等于跟太平军做准备 石达开听闻也小笑话了 嘿嘿嘿 那个秦府常大淳又是这么傻的 居然下令将守汉阳的兵又撤走 那就搞到武昌真真性正成了一座孤城了 杨秀清就说了 我们这运必须打好这一仗 千万不要像围长沙那样奴而无功 石达开就很同意东王的看法 时针武昌古往今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号称九省通拒 那占了武昌呢 北边就可以抠着荆州 湘阳 那四川河南就受牵制而受震动 顺流而东呢 又可以打江西 安徽 江苏 武昌这一战役 实在是关乎天国大局 杨秀清在亲自视察了武昌地营之后 就下令楼野起两座浮桥 这样就可以将汉口汉阳和武昌水陆连为一体 骑兵到时就可以通过浮桥 飞奔武昌城下 这一项是大工程来的 杨秀清要石达开亲自督造 当时是冬季 长江水浅 石达开计议用大木船 就拍拍在水里 船面就铺厚木板 隔几丈远 就拋几十斤重的大铁撓到江中 要来稳定浮桥 这样即使有大风浪 也都不会遥防翻沉 杨秀清就立刻批准了 太平军有的是办法 水军的船是现成的 唐精才又在原江几十里内 征集了一支大鱼船和货船 全部集中了汉口汉洋的江边 木料不够就去拆庙 方圆几十里内 几百座庙宇导观 几日之内就成为一片雅力 那些门窗木梁呢 全部当成了桥板 唉 那个湖北巡护常大纯呢 站在武昌城楼到 忧心如佛地看着太平军架桥 就一筹莫展 最多放几炮 只连麻将都吓不走呢 三日之后 两座浮桥 神奇般地出现在长江上 一座是从汉阳的英武洲 收建到武昌的白沙岛 另一座呢 从汉阳南岸就收建到武昌大提口 乔一收好 太平军源源不断地向武昌城下运动起来了 一切就水源 杨秀清还不放心的 同石达开伟昌辉地几个 又一次视察了武昌的外围 他除了要水军头领唐正才 带领水师协同作战以外 他考虑必须一股作气攻克武昌 抗日持久的违法 对太平军是不利的 在选择攻城先锋的时候 杨秀清就请石达开点掌 石达开不敢签越了 他才会对杨秀清说 每个将领都是东王旗盘道的一只旗子 怎样用怎样行法 东王有分数的 杨秀清对石达开含义不老的恭维好受用 他坚持由石达开点掌 以表示不独断 石达开就说 先锋还是由林凤祥、李开芳、罗大光他们几个做 他们率领的先锋军 已经好色轻骑突进的了 杨秀清就认可了 他又说 我不担心攻城 我怕的是追兵 向荣老妖极其狡诈 达开帝 你亲自带兵去拦截向荣原兵 我才放得身落的 石达开就说 我已经着手在城南 这两座大桥 他忍不住一阵阵心惊欲跳 这两座桥一起好了 太平军的马队就可以在上面辞呈了 太平军一夜间就占领了城东的伯与山 鸿山、中和、奔阳、中孝、武姓等要地 各座城门都陷在重围之中 常大臣就感觉到真正是处在一个洞里面那样 但他相信重想之下就必有勇夫 于是张榜报告 凡是能够拆位江上一座浮桥的人 就想银五千两 拆位两座桥的人就想银一万两 又有没有人肯为他卖命呢 要之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